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羽霞 羽霞 快到子时了 仙君为何还在这里徘徊 不去与些晚清相见 元夜一过 命格便会偏离啊 王本座还担心你的安危四处找你 你却在这里偷偷见长衡 长衡 长衡仙君不是在水云天吗 您认错人了吧 你还在骗我 你真当本座是三岁孩童 任凭你这些小把戏愚弄 那日在飞仙阁本座已经发现 长衡也在此历劫 你所作所说 我庄庄渐渐都是在替长衡遮掩 即便如此 你说本座送你的古兰是无价之宝 本座也宁可信了 可你却 是 我是骗你了 那你呢 你来陆城究竟是为了什么 说是来陪我散心 其实你是来取先战神的元神对不对 你是如何得知的 杰黎告诉你的 他什么都没有说 是我自己根据命格式猜到的 好一个聪慧的私命守徒 既然你这么会猜 那长衡历劫之事 你是不是也早就知道 好 很好 难怪你要私自追来陆城 还口口声声称赔本座散心 原来是早有谋话 我没有 我也是刚知道的 如此千载难逢的机会 本座现在就去杀了长衡 替我苍蝇还出一大混 不行 你不能杀他 长衡先君就是萧郎 你说什么 萧家二郎萧润 与谢晚清先有指妇为婚 后有重金求取 今夜又多出现在飞仙阁 定然不会出错 你若一时冲动杀了他 谢晚清的命运也会随之偏移的 原来是因为你 什么因为我 若如你所说 长衡便是诗中的萧郎 那他没有如期出现在飞仙阁 便是因为方才 与你拉拉扯扯耽误时间 改变了命运 若不是本座拦下谢晚清 他现在已经命丧黄泉了 什么 你去拦下了谢晚清 你干嘛多管闲事 这不是他命里该发生的事 本座若不拦他 他就此身亡 岂不是更无转换余地 完了完了 命定之事已经完全错过了 他们二人本该今夜定情 却始终都没有相遇 若是命运没有按照命格事例发生 他们二人便会双双历劫失败 原神尽丧 灰飞烟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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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